阴庭叫什么病呢 子宫脱锤 子宫脱锤是指它子宫的本身 我们说中气下陷脏腹脱锤 那么可能会造成中气下陷的 可能是胃下锤 肾下锤 子宫脱锤 脱钢 那么阴庭是子宫脱锤 就这个多产妇和重体力劳动的 它由于脏腹虚弱 本身它牵扯脏腹能够在一个水平上 这就是这个功能就正常 这就是这个正气足 那么现在它这个子宫下锤了 子宫脱锤从阴道脱出了 这种情况是由于它久产或者是去须 劳累过度造成的 那我们用气海 纠置气海 然后它有生羊局限的作用 可以生蹄 可以补气 可以生蹄 这里头生羊的 还有一个学家 我们讲到都脉的时候 人体的最高点 百汇 百汇是生羊局限的最主要的一个穴位 那么如果子宫脱锤 那么关元气海 百汇 这三个要合作 要一起来用 这是一块钱的最主要的